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来给我妈妈看看身体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43年属羊的 43年属羊的是吧 哦 身上长东西了 对 鼓掌 老妈妈要注意啊 情况不是太好 身上有一个男的 在他身上 你爸爸还在不在 我爸爸不在了 我讲给你听好吧 这个男的样子啊 个子不是太高 眼睛不大 鼻子蛮大 小平头 短头发 耳朵慢大 眼皮 就是单眼皮一样的 戴在眼睛上的 像不像爸爸 不像 像不像啊 我爸爸不是小平头 不是小平头 短头发 往边上梳的 眼睛这里有两个眼袋 哦 对对对 是 是 好了 是你爸爸在他身上 你爸爸要把他带走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你妈妈 在你爸爸走的 一段时间当中 天天想跟他在一起 想跟我跟他说 我跟他一起走 跟他一起走 你问他呀 讲过没有啊 讲过吗 没讲过 好了 我已经跟你们 讲过多少次了 不要乱讲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好好地活着 对得起他 你去好了 你去跟他两个人 去死掉 有什么好事 对不对啊 你活着 你还帮他操度呢 你还跟他念小房子呢 对 现在谁帮他念小房子啊 我妈妈自己念 我妈妈说了自己 业障自己背 现在要给你爸爸念 180张小房子 好 然后接下来 你妈妈自己消业障 760张小房子 好 方生 6000条鱼 好吗 好 我讲给你听 你妈妈现在好几个部位 都有问题 对 肠胃 关节 明白了吗 还有心脏 全部都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胸部以下到 这个 脐带这个地方 对 这个地方 有点扩散 对 现在看到吗 在台上这里 不要挂号 马上看 比超声波还快呢 妈妈呢 现在几岁啊 讲给我听啊 43年的羊 你把话筒给他 拿着给他 43年的羊 今年74岁了 过完这个年 你这个病有一段时间了 对 老妈妈自己记住 要好好地念 对 要消除业障 好 你呢 每天念五遍礼佛 好吧 小房子数量 我已经告诉你了 好吧 其他的 老妈妈 你这个关如果过了 我看看你还有没有扬寿啊 其实老妈妈 你应该 就是说到79岁 这是最危险的 阳寿结束 你现在呢 其实还有阳寿 但是呢 你有过杀业 过去在家里啊 杀鸡杀牙啊 什么东西的 对 我看到很多串的螃蟹 可能你还 争过螃蟹 争啊 对 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业障 我需要你 老妈妈赶快念 往生做好好念 好吧 台长今天帮你求求情 跟菩萨 好吧 但是呢 你一定要好好地还债 你人不错 就是嘴巴乱讲 明白了吗 好 一定敢 好吧 好好的熬过这个关 你大概 然后还要不停地念经 放生 可能还能 才能活得长一点 否则没有办法的 好吗 好 感恩师父 大家看到了吧 看见了吗